最近我玩怒手我都碰到有几个他妈会巡视领地的人知道吗 巡视领地你懂我意思吗 我操你妈 全军出击 哪个刺激的要死我操 我玩的不是英雄联盟我玩的是刺激战场 我玩的是怕武器我操 我操我感觉他要要发火了兄弟们 哈喽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生氣了 柴火破了 弱手狗 怎麼說 好好好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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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好 哼哼哼哼 這裡要直接Q啊 如果不直接Q的話 那個兵線會回推 這裡要直接Q 這狗操都不會找隊友去了吧 目前為止打到這裡 基本上是已經搞定了 搞定 好刺激啊 經驗全部吃到了 推完線回家了呀 放線殺我嗎哥們 他不會在草裡吧 我以後還真回家了 我以後 急了 哈哈哈哈 好急好急 好急喵 哎呦 那麼急啊 怎麼說 急急急 我先 我是你的命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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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连体 我失误了你知道吗 大伙 我这样帮的 要约他们 不是这样帮的呀 大哥 别来别来别来 卧槽你这么搞人吗 卧槽我被自己家打也搞了 你懂为什么 一个E都没中 没什么办法 靠太近了 那个威之不太好Q他 而且他有骸骨 你懂我意思吗 完了呀 这东西有狗双杀了 感觉有了吗 领先两个结束了 主要我经验还给莉莉亚分了两波兵 这个有点蛋疼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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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帮他打一下吧 回家 他应该会直接推线的 他不推线到线上其实他打我没什么优势 我诺手是真的难杀 可能是因为他多了一个红水晶吧 我感觉我不要跟莉莉亚配合就好了 他上了时机不太对 踩一下就好了 他要多一点 他的眼睛 所以他已经isme 哇 有!" 你好把这分熟市里有狗叠 可怕 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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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殺我 也不要被拉 他不拉回來 這個W 挖操 劍魔的這個W啊 能再廢一點嗎 挖操 可以再廢一點嗎 傷害都出來 對了 但就是不拉回來 你服不服 小心點 我趕快他在某個槽裡 沒想到吧 香味猛充小子 你要死了 我跟你說 算了 感覺不太跟他拉扯就好了 9分 殺了9點 直接EQ了 只要這副肉身還活著 會成劫 就不需要 還敢過來啊 這次我果斷出擊 他的閃現還有 他是9分30 牛逼 直接幽夢啊 這就沒辦法了 還行吧 220 弱手還沒助攻 他沒助攻 那就還可以接受 弱手還是強 肯定強 他這英雄本來本身就厲害了 他這英雄本來本身就厲害了 直接開幽夢過來直接一腳把我踢死 開幽夢一腳過來 不過還行回推線 欸 炮車沒補到 走不出幽夢 這個厲害了現在 你買這個配上這個猛男衝擊有30多的衝擊 直接無視30多 相當於除了個黑切一樣 差不多吧 他好像很懂怎麼拉扯我耶 他好像很懂怎麼拉扯我耶 他知道我什麼時候要QE嗎 我操根本不會開竟靈是不是 走位那麼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有點假呀兄弟 他都不會開氣靈的吧 開了氣靈 嗯 先打個幾塊去 他這個走位 我說實話還真有點奇怪 我放E的時候他那個走位就有點那個傻 嗯 新人危機了有點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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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壓力大嗎 壓力大是很正常的 說明難打 我有TP 笨蛋 哼哼哼 他基礎傷害是真的高 這筆英雄 諾瑟 他基礎傷害是真的高 幹嘛 幹嘛呀 我對這諾瑟真有點假 我說實話 他那個走位 他這個扭Q扭的太有點問題了 你知道吧 我對這諾瑟真是真的假的 還沒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加什麼 怎么挂到的我也不懂 跟我对现在不是,诺手确实数字怪 你说诺手不够数字怪吗 那你说诺手够不够数字怪 诺手确实数字怪 认出我,是针对我,那我要不要挡一挡 诺来文为自己的团队正确的时间 诺手 还真有了有点 诺手打团队,不存在 他队友优势他怎么玩都是优势 两件成装打一件兄弟们,你感觉谁的压力大一点 我感觉我的压力大一点 这B套我就死了 两件成装打一件成装 我也会微笑 我也会微笑 而且你只微笑 凝点杀人 slash 你怎麼沒了? 不是,我剛剛那個藍牙印象 我打完 告訴你 哇 真有點假的 我說實話 這弱守走位真有點假的 我說實話 我看有點投降了 用點投降了 obstin 解決了 一直測到 在這 人中的攻擊 看了是死神的瘋狂 關於十分 悠悠的仇 這裡有個眼 他走位真的有點怪了是不是 我心中存有黑1個 只能有黑1個 並不嫌棄 不嫌棄 我心中存有黑1個 不嫌棄 不嫌棄 真的沒有了 我太想死亡 多希望,是我自己的希望 我真的有點感覺這弄手怪怪的 我真的感覺他有點怪怪的 說不上來的感覺,很奇怪 主要是他有這種走位,他不可能被我壓一個大劍能明白不? 能懂不?能懂主播的意思不? 他這麼猜的不可能被主播壓一個大劍 你們好像有點不太懂 你看他的操作嘛 讓他走位很好 你懂為什麼?讓他走位很好 我這邊玩的怎麼那麼白癡 他走位很好,但他操作很蠢,你知道嗎 他有的走位,但他殺不死我 我就覺得有點矛盾 你走位那麼好,你怎麼可能被壓那麼多精心?你總不能你 你就是玩這遊戲為了走位吧 我只是懷疑 我是以我的經驗,不是說主播,有的彈幕說我打不過說別人氣力 這打,這哪裡打不過 我經濟 對線都碾壓他了 我一個大劍出來的時候他那個時候還是閃劍 我兩劍快出來他還是閃劍 他三向出來我已經兩劍了 我已經在做第三劍了,你看他現在他那個都還沒出來 我第三劍馬上做完 這感覺他走位奇怪 他拉扯超級好 我都不敢亂用E,我感覺唯一E他就拉我,一定拉我 你懂為什麼? 唯一E必給他拉 這樣買吧,這樣買厲害一點 好爽 想逃 結束 是,我是覺得他拉扯好 但他又很奇怪 拉扯好跟 他本來有很多機會殺我,但是他就是不上來打你懂嗎 他本來有好幾波他直接 閃上來我就死了 但是他就是不閃上來,或者說他不開急跑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 他就在那邊被我Q 而且我交了E他走位就會很奇怪 搞得哥們都不敢亂交E了 這什麼局你猜呀 我不會被他殺吧,他真的可以殺我 他這13劍我沒到他真的可以弄死我 什麼段位,哎夠你看了夠你看了,天天問段位問問問 夠你看了夠你看了 你估計你學到明年都夠了 這局你放在那邊 表在家裡面 表在床頭櫃就夠你學到明年了 你學到明年這裡面,這把遊戲裡面的細節你都學過了 你學到明年就學到明年了 你學到明年了 你學到明年了 我 我操,看頭 我徹底瘋狂 結束 穿透劍魔就是變態了 眼球收集者該比破爛好疊 不通過擊殺的符文疊是比較容易的 拿下兄弟們大點沒關注啊